我們看這題目 已知A等於√11加√7 B等於√10加√8 C等於6 求ABC的大小順序 那麼首先 我們無法直接判斷出ABC的大小 所以 我們先各自取平方 再來比大小 A平方 這等於 就是√11加√7 √2的平方 那麼這等於√11取平方 這是11 然後加上這是2乘以√11 乘以√7 然後再加√7取平方 這是7 那麼這等於11加7 這是18 然後加上這2乘以√11乘以7 這是√77 B平方 這等於 這是√10加√8 括號的平方 那麼這等於 √10取平方 這是10 加上2乘以√10 乘以√8 然後加√8取平方 這是8 那麼這等於 10加8 這是18 然後加上 這是2去乘以√10 乘以8 這是80 接著 C平方 這等於 這是6的平方 這等於36 那麼36呢 我們寫成是 這是18加18 那麼這等於 這是18加上 18是2乘以9 那9呢我們可以寫成是√81 因此 這是等於18 然後加上2去乘以√81 所以我們比較這三個數 我們得知 這裡√81比√80大 那√80呢是比√77大 因此由這裡我們得知 這C平方是大於B平方 是大於A平方的 因此呢我們由這裡得知 C是大於B 然後大於A 我們得到這個答案